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化线二龄文化继新著名走秀季才艺表演晚会于12日晚间在二龄镇图书馆前广场热闹登场 新著名及棋子女身着各国传统服饰进行精彩的走秀表演让现场高潮叠起 来自12个社区的舞蹈团队更带来了10支精彩的舞蹈演出惊艳全场 此外 现场设有一国美食区邀请民众品尝来自不同国家的特色美食 使晚会洋溢着跨国文化的氛围 充分展现了族群融合的和谐与多元文化的魅力 我们二龄的新著名其实他们的这个协会展现他们的活力还有热情 比我们在地的那个民众还多元 所以我们在二龄文化季的当中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多元文化也排在我们的文化季里面 那今天特别他们用第二代还有跟他们这个来台湾落地生根的一个状况 能够展现他们元属国的一个风景 所以很多都是用他们元属国的服装来办理来走这个秀 非常特别也非常好看 那二龄的一些社团对我们那个新著名的一个看法就是 他们非常用心而且能够把多元文化在地的这样子的融入 也投入包括农业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非常的尽心尽力 我们也希望他们在这边能够感受到我们台湾这边的人情味 能够把它做很多的交流能够互相帮助 那我们今天也是今年第一次跟二龄如龄文化季结合 来参加我们这一场新著名多元文化走秀嘉莲华 以及我们舞蹈表演活动 那这次活动不光光是透露我们的一个走秀比赛 那也是代表我们的一个文化的交流 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 能够让我们新著名更加融入在地的文化 对那我今天也感谢我们张华县县长王县长 还有我们的二龄镇镇长蔡思杰镇长 以及我们的二龄志工队的所有的志工队长 新城队长 以及所有今天有协咒我们这次活动的所有的协办单位 是他们大力的支持与协咒 让我们的活动今天能够圆满诺目 那我也要感谢今天所有的比赛的团队 大家今天他们都用他们自己异国的服饰来展现 把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点亮我们今天的舞台 在二龄镇新著名他们是一个非常能量 非常好的一个团体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做互相在地的文化交流 有更多的互动 然后让我们的新著名姐妹们 兄弟姐妹们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去发展他们自己的这些特色 让在地的我们的乡亲父老们都能够多了解他们 这个对整个来讲文化促进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张卫先政府对于新著名的相关业务 相关福利照顾上面也非常的重视 这也是县长王惠美县长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今年呢12月1号也会有一个移民节的活动 我们会在社头办理 也欢迎所有我们的新著名朋友 还有我们张卫先的所有的县民都能够一起来参 很开心二龄图书馆志工队能够结合二龄新著名关怀协会 来一起来举办这场特别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参赛的队伍很多很热络 而且新著名的姐妹很多都是我图书馆志工队的队员 他们新著名姐妹们平常也都要上班工作 照顾家庭 特别都会抽空挪出时间来做志工 无私的奉献 在此我也非常感谢新著名的姐妹们 那我们陈立云理事长 他的带领下 二龄新著名关怀协会 就会越来越棒越来越好 两个新著名的网站没有 我们养猪的没有来赞助我们的网站 我们状化健康地来分享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最好的猪肉在彰化县 状化健康地 甘地有吃 好吃 对 我们丽林很多新著名 所以现在新著名跟我们丽林在地的 我们的感情都很好 所以我们让他们吃我们状化最好的健康地 让他们跟我们拌感情 融入在地 所以我们今天来支持赞助这个活动 对 哈啰 大家好 Indonesia 伯格班 我们是我们印尼的新著名 我来台湾失念的 我今天来参加那个抽手比赛 感谢我们二龄的理事长 真的非常好的活动 然后我今天有带两个 我的新二代他们很棒哦 希望我们的文化可以趋势给大家分享 我们每次也可以趋势给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这场走秀比赛 让我们的新著名文化 能够融入台湾在地的文化 让我们大家一起 让我们今天的活动更加丰富 张化人张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谢谢您 Rasul ORG 欢迎订阅 我们 liebe Zusch说 怎么样 我们来 Intro 点iry quello 叫 nous 像 着 个女 recorded